大家好, 来到星期三的赛事 今天仍然是两场欧联赛事 重头戏, 曼联主场对巴塞隆拿 另一场是亚迹士对祖云达斯 今场球, 先推介曼联主场对巴塞隆拿 大家看到, 让球来说是巴塞让半球 入球大小也是2.53球中位数 这个就是外围盘口 其实我都留意了, 上星期到现在都没什么改变 严格来说, 我觉得马会那边会怎么开 我们不如去看看 马会那边足智彩, 反而是让评判 因为他没得选择 半球盘来说, 他只会让半一 或者像现在的评判 因为本身半球等于主合和 相对来说, 我自己个人觉得 其实来说, 巴塞的上盘有没有想法呢? 有的, 就是平半盘 不过我又有另一个选择 我觉得这场球, 我会选入球大小 2.5球这格, 选1.72倍 为什么我会选入球大小呢? 其实我觉得, 巴塞是否正在赢呢? 我也有点保留 因为他经常作客来说 首轮赛事的欧冠 他真的可以不赢也可以 试过, 和球也可以, 输也试过 你说会不会赢呢? 也会 不过这场球, 我始终对曼联有点寄忘 即是说, 我觉得曼联 可能赢你的球也不出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然, 他这场球, 我觉得曼联本来说 是实拨的 实拨未必实赢 不过, 起码有个战役在这里 大家都不会和你手 因为他没有意思 自己知道了 他作客你巴塞的时候 一定很难踢的 当然, 希望金将在欧联战上来说 其实他也是下风的 因为他这一仗就要对着巴塞和那马 但如果你说给他赢了球 那就还有数据 为什么这么说呢? 踢球很神奇的 上次这样的输零比二 转头都可以赢3比1 还要作客 今次又怎样呢? 今次我就希望曼联赢球 不然就不要看了 当然, 我不会说曼联赢球 只不过, 我推介 settle 这場球 我看佰彩会可以ulu 因为, 巴塞都会能修政府 一定要调到做客人而有保证 事实上来说 你看,omonor 联赢球 就是没压力的了 也可接近 Matric 二阶 都将来比较不足 因为他没有其他的こと尔过 唯一只是打了欧联赛事 西甲当然是要取冠军 再去这些对着侯 pre Jihaka 这是不需要谈小的 大家都知道有失分的空間 最重要是這場球 拿到作下入球對你曼聯 回到主場來說優勢自然大 即使巴塞這場輸球 我覺得他還是 如果輸到1比2的人 就算是這樣 回到主場其實也是很大機會 畢竟是作下入球 而曼聯我相信 在蘇斯克查帶領下 這場歐聯的會不會贏球 都是其次 最重要是拿到表現 如果踢出大比分 贏2比1或者和2比2 甚至乎 真是不幸運輸給巴塞 但你拿到入球 我覺得 都不失禮 歐聯上場球能夠爆爛 贏巴黎勝二門 這場球我看好你能夠入球 兩隊都 選個入球大 2.5球1.72這一格